好,你在维基百科里面可以找到Blender这个软体 你可以看到,OK,Blender 然后它里面呢,它也会介绍Blender的来源 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公司内部用的软体 荷兰的一个影片工作组,NeoGel 那后来呢,这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应该是倒了 然后呢,它的作者为了要把这个软体变成开放原始码的自由软体 所以他就还筹了10万欧元,大概相当于400万的台币 把这一个,跟那个公司把这个授权整个买断 买断之后再把它变成开放原始码 这样才会合法,否则它公司拥有一部分的 就是智慧产权的话 那这个软体就没有办法变成开放原始码软体了 所以后来它买断之后 在2002年7月那时候的Blender只有2MB 现在的Blender2.62已经40MB 那2MB的Blender后来到了2.47MB 我们看到是20MB,现在越来越大变40MB 但是跟其他的软体像玛雅和3DMath比起来它非常非常小 即使40MB还是非常小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在2.5 2.50开始的版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版本2.62 其实是跟2.50差不多的 那它在Blender的公开电影Thinktale 一开始使用2.5X 后来越回头使用2.49B 可能他们不习惯 但是2.5X确实比2.4版好很多 那这里有一些Blender的影片 像这边第一套使用Blender的制作工具的是蜘蛛人2 是真正好莱坞的片子 稍微看一下 蜘蛛人2 那这一套里面其实它就使用了Blender 那比较Blender属于它为了推广它自己的软体所拍的片子 第一片叫层片 层就是有层嘛 那这个层片我们刚刚没看到 那第二片的是陶片 那这个是刚刚那个兔子老大的那个兔子的那个电影 那第三部呢是Thinktale 那这是榴莲电影计划 奇怪为什么用榴莲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 这个我们还没看到的成片 各位可以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不再看成片了 这个成片叫做大象之梦 那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YouTube也可以找到Elephant Street 那 你看它的影片 它其实即使影片它也都是用开放授权 也就是说你可以拿那个影片去加工 然后再放上网 你不会侵犯智慧财产权 OK 不只影片加工放上网 不会侵犯智慧财产权 它这三部片里面 有很多甚至是那个模型 它都开放出来 那中间的场景制作过程 它很多都有直接开放出来 像这个Big Boss Bonnie 就是特别我有看到它的模型 其他的片子 我好像还没看到它的模型 那这一部片有它的模型 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模型的所在位置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有模型下载这边 那这里有一个 Big Boss Bonnie的模型 那在这一个Blender Mirror 这Blender有很多Mirror就是印象网站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那它里面有一个Pitch 就是它的淘片计划 淘片计划里面有很多整个模型的 的资料夹通通都在这个淘片计划里面 但是实在很大 你会觉得很难涨 那你可以从这里 这里有一个 有一些 怎么讲 就是 就是它的 它的那个模型档在这里 譬如说我这里的1.1M 我找一个小一点 1.1M 这个Butterfly 那我把它另存连结 那我把它另存连结 Butterfly 好 那我们把它存起来 应该 会需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存起来之后呢 这些档案你都可以打开 而且那些模型你都可以直接拿来再加工使用 像这边的Rabbit应该就是那个兔子 那这边的Flying Squirrel就是那个飞鼠 Squirrel Squirrel是在它那个还没有展开翅膀的那个模型 那Flying Squirrel是它展开翅膀以后的模型 两个不太一样 那所以它分两个档 那Bird就是里面那只鸟 那蝴蝶本身有两个不同的模型 那另外这个可能就是里面的那只有点像松鼠的那一只了 应该不叫松鼠 我也不知道那只叫什么 那现在我们已经下载完了 那我们从这边打开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蝴蝶的模型 那这个蝴蝶的模型之后 我们会教各位怎么样子 把这种模型外部的模型会进去 那外部的模型会进去 你很多就不需要自己再全部重来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功能 不过它因为这一个东西 它是之前在那个2.4的 应该是2.4还是2.3的时候见 所以它出来的画面跟我们2.5预设的不一样 不过我们可以选择只把模型会进你的专案 不把其他的东西会进去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想要利用哪一部分 那这个关于这部分怎么做 我们之后会再继续讲 那今天呢 现在2点16分 所以请各位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你的Blender 2.62灌好 那我们2点半的时候 再开始来上今天的Blender课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Stand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